她是田径场上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,微微一笑,长发飘飘,瞬间吸引了众人的目光。 当然她的实力也是很强的,在白米的项目上,葛曼奇的个人最好成绩只11秒04,在现役女子短跑中是数一数二的人物。 当然她在二白米领域中,葛曼奇跑出了一个中国女子22年的记录,未来葛曼奇将歇体为勇力,扛起女子白米大旗。 葛曼奇常常担任女子记录的最后一棒,可见她实力的突出,那一股脑的狂飘狠狠狠地把希特选手远远地甩在了后面。 就像在2019年亚洲田径锦标赛女子4×100米决赛,中国队位于第五道,第一棒是启动爆发强的梁小丽,第二棒是后程加速快的欧勇力,第三棒是综合素质强的孔明威,第四棒是冲劲十足的葛曼奇。 2013年第二届亚洲青年运动会女子100米决赛上,葛曼奇就以11秒91的成绩,获得金牌连续多年获得全国女子100米的冠军。